重點是這樣啦 剛剛有講到一個 就是我們的免疫力很重要 抵抗力 所以你管什麼細菌抵抗力好 我們就抵抗得住 每搖搖都活得這麼好 對啊 所以抗菌保健的飲品 來 洪西 抵抗力不好的只好喝喝保健飲 保健最常見的 其實就是這個西洋生 其實西洋生現在的價格 並不會太貴 那我們可以取大概2千 加黃旗2千 紅棗10顆 加一點廚房用的生薑 下去熬水 大概一鍋水差不多5碗 煮到剩2碗的這個濃度之後 大概一個禮拜 差不多喝3次左右 可以提高我們的免疫力 平常也可以做一些這個 穴道的按摩 比方說你可以按按手的河骨穴 這是我們守陽明大腸精排毒 大腸排毒的這個穴位 我們按的時候 手就是手背對手心 這個方向往正下方去按 所以能夠按到酸麻的位置 真的耶 真的 這樣超酸的 這樣子超酸的 其他就是有一些藥材 也可以拿來外用 像有時候我們去外面 就是會買一些紫草 或是黃莉的東西 放在水裡面 泡腳或是殺菌 其實他們效果都還不錯 增加抵抗力 是 好 所以這可以多多一點 來 這個我們綜合了剛剛室內 家裡面跟戶外 戶外當然有的時候 我們沒辦法掌控那個環境 然後我們儘量保護 還是要上班啊 拜託班 對 現在我們來找解決之道了 好不好 解決之道在家裡面 因為我們就要好好徹底來清掃一下 但是我們要先從了解說 這個灰塵當中 其實還是會有些毒物啦 就是說吸多了 對身體會不好 健康有些危害 這個灰塵很重要 到底會造成什麼 像我們家裡很多電線嘛 插丁箱插電是插什麼的 所以電線假如你沒有開的時候 插在插頭上 它會產生熱 熱的話其實很多這個電線外皮 都是PVC的 都是巨綠雨季的 所以很多DHP的塑化劑 通通會出來 它會飛發出來 對 飛發出來 冷卻就變成粉塵掉到地板上去 你的小朋友在地上爬一爬 會不會吃手指頭 會喔 會喔 所以其實這個綠色和平組織 最近有發表一個 從去年10月 它從前台15個家庭所做的 我們粉塵裡面的DHP塑化劑 其實是英國的七倍 這是讓我們的學者都有做過了 而且需要DHP會造成什麼 我想塑化劑大家都知道 其實跟小朋友相關的就是 過敏還有回胖 而且更可怕的還不是這個 更可怕的是我們電器 電腦外殼 3C的還是什麼 它都會產生熱 但是它們為什麼不會溶解起火 阻燃器嗎 就是有一種阻燃器 我們叫做 多秀二本迷 多秀二本迷跟塑化劑是不一樣 塑化劑我們知道兩天就代謝完了 所以大家經過塑化劑風暴 不會產生那麼多恐慌 就是兩天代謝完了 我不接觸它就好了 但是阻燃器 它吃到我們身體去 它可能會 而且... 二到十年 它會排一些一半 太久了吧 太久了吧 有沒有妳買吹風機有沒有 剛買來... 剛開始吹風的時候有個臭味 有... 就是這個東西 是喔 對 那不是他會把燒焦卡在裡面的味道 不是啊... 不是 是不是那味道 不是那怎麼辦 真的啊 少用電器嗎 對... 吹風機不可能啊 對 在香港有個小朋友 他成績好嘛 就買個電腦 他就進去打電腦遊戲 然後打著電腦遊戲 三三天再出來眼睛又化妝了 乾腫大 結果發現是多秀二本迷 因為香港的房子都密閉空間 都很小一個 都希望妹妹會造成什麼 你知道 會讓我們的小孩子的學習力 記憶力產生永久障礙 永久啊 對 會意識我們的甲狀腺機能 而且它也是環境可能 它會致癌 它比較像多綠連本 還有比較像代曜性 所以我們不可能說 都不用這一些家電器 其實... 那可以買到什麼樣的食材 去選賣歐洲的不就可以了嗎 其實不一定啊 真的喔 那些跨國企業到你國家來 就是合乎你國家的法煉心 發軌就好了 對 那怎麼辦 就是空氣保持流通就沒問題了 帶N95 然後用吸塵器 用吸塵器吸乾淨 對 就是在粉塵 就是桌面你要粉塵要吸乾淨 那用特殊的吸塵器吧 一般的吸塵器可以嗎 當然就是強力 最好有HEPA的啦 就是有這個... HEPA等級的 最超過力的這種FIRD 它能夠把它整個奈米級的 整個都擋起來 我突然想到一個之前說什麼 住低樓層的人 這個真的比較... 高樓層可以比較長壽 長壽一點 那是因為我在家裡 但是外面的空氣 包括車子啊 這些廢棄的污染會影響到嗎 這是真的嗎 這當然是真的啦 是真的 為什麼 因為其實當然... 你剛住很高樓耶 不好意思 我活到100 我坐19樓 但是也不要高興太早 因為... 因為有些這些 這些粉塵... 粉塵微粒喔 對 所以它是從大陸飄送過來的 沙塵暴 不管你高樓層 低樓層都會 低樓層為什麼比較會 因為交通工具 因為去年 前年 柴油車的汽氣已經通過 是人類的確定自來物質 一級自來物 柴油車喔 對 柴油車 包括你可能去坐的公車啦 對 旁邊開過的貨車啦 都是柴油車 所以柴油車廢氣裡面 它很多微粒 柴油車跟汽油車的差別 就是微粒特別多 那這些微粒裡面附上什麼 附上方向鏡啦 還有重金屬 還有代澳心 附在這上面 那這微粒有重量 它在低樓層會... 你從室外進來會比較多 就濃度會更多 對...高樓層的 這樣對濃度就比較少 那可以擠樓比較好 對 報紙上好像新聞在講是 六樓還八樓一下嘛 對不對 六樓一下 那也很高耶 一下 機率會比較高 越低 機率越高 對 而且它本喔 像我們汽油燃燒不完全會本 本的話也是一級自來物 對 會一級下來 所以... 那多打掃 情於打掃有沒有幫助 當然有幫助 有幫助 好 來 請問一下 多打掃有幫助喔 對 親妹妹 妳怎麼打掃家裡 自從我跟吳教授變好朋友之後 小蘇打粉就是我們的好朋友 然後我就變成說清潔... 對 清潔的話 我都是用小蘇打... 工業用的來做清潔的部分 可是像比方蔬果啊 要吃的 就用食用的小蘇打粉來做清潔 然後呢 特別的是馬桶 就是小蘇打粉清完了以後 我就是馬桶一定會用酒精在噴 像我兒子 他個子很矮 男生要尿尿 他就會這樣把那個蓋 那個女生做的那個 他就會用手扶起來 手就碰到那個 我覺得最髒的地方 蓋子 一般都會清上面 不會清到背面 對 所以我是上面 背面 還有那個蓋座的下面 我覺得還有按水的那個 也一定要清 不然妳上完廁所 然後按 比如說大賣場就對了 那個推車每個人都會按一下這樣 對 所以我就是馬桶的部分 因為一定廁所都有背一關酒精就是噴 好 這季美的方式對不對 對 那那個姚姚 我看 姚姚妳不打掃對不對 有啦... 我沒有打掃 拜託的 大家都 對 我本來想說跳過 大家都得打掃的好不好 我也有打掃 對 妳怎麼掃 因為我家就是那個 只是一個小套房而已嘛 所以我通常呢 就是家裡也很小 所以我就會用那個黏的那個 隨手黏啊 再這樣這樣嚕... 把那些毛給嚕起來 所以就用光靠那 妳不會掃地 拖地 不用 然後就夠了 不用啦 慢啊 慢啊 慢 可是妳有時候電視什麼 其實妳也不用洗澡啊 妳家自己這樣嚕嚕嚕嚕 我跟你講 我連我的床單都會用嚕的 床單嚕那個嚕不完耶 因為有時候我就是在床上 就開始在那邊吃東西啊 可是有一些很小的 妳根本燙不到 黏不起來吧 因為我家也沒吸塵器咩 因為我家真的很小 我家真的很小 小到不需要吸塵器 是這樣子 不過因為他一個人住啦 像那個如果家裡人口 比較多的話比較容易髒 一個人住也比較好穩 所以還好一點就對了 所以還滿支持他 像我老公他在日本的時候 因為日本很乾燥 但是來台灣潮濕 然後他本身就已經有鼻炎 又有花粉症 他來台灣他每天就像在地獄 他一直打噴嚏... 那種是打到後來他整個人是 你知道那個頭會痛 然後全身無力 那個過敏到不行 那個過敏到不行 所以他來台灣住的時候很可憐 所以那時候我開始覺得說 我以前的打掃方式有問題 妳怎麼掃 我以前不會去注意說 只要是高一點的部分的灰塵 然後我也不太在意落塵 我就覺得掃地就是先吸地 吸完之後我就拖地 我就完了 可是現在不是 現在是 我開始要變成是拿那種除塵紙 先從高的地方 然後擋下來 現在開始慢慢擦 先擦一遍 因為我連天花板 我都用那一根桿子 然後用除塵紙這樣子去弄它 先把麵都弄了 不是 因為你知道 我女兒也跟她一樣 一出來就開始 一直在打噴嚏 兩個半月的嬰兒 我想說他們就是一樣 都有過敏體質 所以就這樣子弄完之後還不夠 完了之後 妳除塵紙還要在地板來一次 然後再吸地 這樣不行 然後我再放... 這樣不行 沒有 以後妳的底部 沒有 以後淚太差 都是因為妳把我家裡都... 沒有辦法 正確的居家打掃方式 廣告過後馬上告訴妳 而且她房間 我還放一台那個空氣清淨廳 太過分了 妳 太過分了 妳家是在無郡市喔 而且我老公是從日本扛回來 因為她需要到那種就是... 醫療等級喔 就是妳需要把那個除濕 譬如說現在室內濕度有多少 全部都要顯示 然後妳裡面那個出... 就是空氣的清淨的那個過濾的 那個網子還好清洗 所以我們在台灣很多地方去找 我們都找不到說 有足夠這麼大鈍量的 所以後來乾脆就搬回來 妳這樣子打掃一天 大概也天黑了吧 所以我們變得 禮拜二禮拜天都在打掃 好痛苦喔 都沒有戶外休閒 好痛苦喔 擺在嬰兒妳也不能 現在也不能帶她去拿 然後床單什麼都是每週管 妳要不要請他們醫院負責那個 設計手術室的幫他們講 對啊 還知道每個都穿無盡的 很厲害 好 不過打掃灰塵 打擊 應該說打擊灰塵 應該有個正確的模式 過語不及其實也不用太擔憂對不對 正確的模式來 林醫師 但是假如妳很忙 最少一個禮拜要一次兩次 而且順序是由高而低啦 因為妳本身... 那艾莉莉是對啦 對 灰塵都會往下跑 第三個的話 我們用的這些東西的話 一定要是高功能的啦 因為強效的 因為不要去買那些吸塵器 是一吸啊 反而塵土又揮揚起來 這樣反而傷害第二次 有的會外洩 現在反而是會有臭味啦 對 最後還是要用清水擦拭啦 那都跑不掉的 那有需要像艾莉莉這樣子 大概弄個八關 八道之類的 要靠這樣子的程度嗎 我想這樣的話 她的老公才會過好日子啦 所以... 而且你知道嗎 那我打個岔 剛剛醫生有說 這要用清水擦拭 我還是用電解水 就是我不是用清水 你知道就是我還要一張 電解水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它裡面 我也知道耶 它看起來比較酷 對 我覺得 因為這個就是 這樣一張一張來擦喔 對 我就這樣一張一張來擦 它是鹼性的電解水 所以裡面有小蘇打 然後它完全就是沒有任何清潔劑的 但是等於說 它最後一個再來做 對啊 後面媽媽說 那妳就用小蘇打粉就好啦 這包多少錢嘛 但是因為你知道 我們家老公真的很急著 所以這全部都是... 他就從日本全部就一般 我要扛了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你要擦 你就用這個鹼性的電解水來擦 這裡面呢 全部都是沒有毒的成分 然後還有小蘇打 所以呢你這樣子 你就放在那桿子上面 你就可以很優雅的穿著圍裙這樣擦 你傻傻 因為它都不錯都叫你做 它當然什麼都搬回來 那其實小蘇打 是真的還不錯是不是 其實小蘇打 你沒有充分的水 其實它也是洗不乾淨的 對 要充分的水 你已經浸泡過 有人是說有機磷農藥 是比較酸性的 它可以酸鹼中 但是其實農藥 現在有機磷已經很少用了 那如果也打掃 我們也很家裡 打掃家裡 當然它避免你的一些 用的一些介面活性劑 產生的一些傷害 當然小蘇打 醋酸 都有人用 但是你不管用什麼 你要用 了解 而且電水水不是都沒有一句 其實電水水是功能用水 它是鹼性的 它可能含有一些這個礦物質 會比較多 但是它本身沒有淨水效果 而且它是機功能用水 功能 不是 它如果來打掃呢 它沒有功... 打掃 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或許你沒有綠而已 其他都其實沒有特別 但是它唯一 可能最大幫助就是 你掃完這種心情愉悅 是不是 老公心情也愉悅 這樣也還是很累啊 用水 清水就可以了 林醫師 那我請問一下 我真的聽他講說 有的時候你在家裡放一些盆栽 它可以幫你吸附一些 就是灰塵或是有毒物質 它幫你過濾 然後幫你換氣 這是真的嗎 這個講法是對的 對的 但是效果不是那麼好 但是 但是 它經由氣孔 甚至由這個葉子的角質 成下面的背部的細胞 這些細胞壁 它都會吸附 然後我們的環保署 特別帶到網站 惡劣了 總共一百九十幾頁 大家可以去下載 但是估計按它的效果來算 你一兩瓶可能要放一盆 一兩瓶放一盆 對... 那家裡就變森林了 變成花言 真的啊 他們應該你要放五十瓶 這盆囉 五十盆喔 沒有 我是算少啦 季梅家裡要放一百盆 一百盆 那個民宿大概要種很多 六三 六三 好 來 洪醫師 那我們要綜藝的角度 幫助大家 有沒有這種可以吸入過多的 灰塵之後解決的一個飲品 其實我臨床上真的碰過很多 它因為搬家或者是氣候因素 或是什麼遊學生暑假來 然後台灣就不適應 一直打噴嚏流鼻水 這個時候我會建議 還是可以吃一些中藥材來抵抗 增加自己身體的抵抗力 這些藥材不外乎就是一些 西洋生 像浙背 或者是杏仁之類的一些 養背的藥材 最後再加一些紅棗補氣 那它的份量也是 1比1比1比1就可以的 那水分的話就是1000CC 大概2000 各兩錢的藥材 可以達到潤肺的效果 對 好 大家要是稍微排毒一下 那就請林醫師幫我們總結一下 要怎麼樣避免這些髒東西 毒物入侵 經常要清洗屋內 還有我們個人的一些化妝品 清潔用品 當然有污過的時候 馬上處理是最快的 而且屋內真的是要通風 通風一些毒素之類的粉塵 我們有時候在產生的時候 就可以飄散掉 你不會吸到高濃度的 所以是讓這些東西都可以降低 我們健康的風險 而產生疾病 對 好啦 所以我們現在不能說 因為我很忙 因為我還要上班 因為我要點點點 所以我們家裡就懶餘清除 清掃 其實這都是一個理由跟藉口 對 因為老公都沒幫忙 是的 全家動起來好不好 對…老公有不要一直 不要從日本帶東西回來 老公有幫忙… 有幫忙的 所以大家一起清潔家裡面 讓大家的健康 不要遠離妳好不好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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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她每年都有做健康檢查 對 可是她都沒有做腹部超音波 對… 因為本身肝臟是佔最大的器官 但是她的神經的分布 就是最不敏感 很多人肝癌七八公分了 她去抽血 她的GOT、GVD還是正常 明天晚上八年 群女當我這樣播 接下來播出小宇宙33號 您現在收看的是超級電視台 小宇宙33號 軍甲二選一 到底誰說謊 誰是最聰明的神拳 明星特技狗的冠軍 相關的歌唱